各位台南的鄉親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徐曉昕 剛才在後台的時候 謝謝我們所有的支持的好朋友 來跟我拍照 跟我要簽名 讓我們知道我們國民黨在2024年的第三波民主改革 國會改革吧 我們不孤單大家說對不對 輕描他們可以上街頭 可是我們在這裡也看到我們的台南鄉親 也為了我們的國會改革站出來 這幾年以來民進黨的執政 說多荒謬 有多荒謬 我知道很多民眾都在問 為什麼你們作為立法委員 沒有把我們人民想知道的真相 弊案挖出來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在我們的憲法的權力奮力之下 這一些調查權 這一些監察權 這些辦案的權利是掌握在檢察官司法以及監察院上面的 而這些單位我敢說幾乎都是被民進黨給控制的 以我來說我告發了民進黨這麼多的案件 哪一件有下文 我們從疫苗開始 從快篩開始 從口罩開始 從雞蛋開始 到現在我在追的一個案子 是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傳 他自己說出口 民進黨透過我們的手機交叉比對監控人民 所以我在想 今天我們在場的人 你看 那麼多拿手機拍的 民進黨都知道你們在這裡 所以 我們不怕他對不對 但是 我們國會 要有調查權 要有聽證權 才能讓他們 公開的來說明 這樣的資料 這樣的比對 到底是從何而來 所以 國會改革的法案 它絕對不是一部擴權的法案 那是民進黨他們在造謠 國會改革的法案 是一部平權的法案 是讓我們的憲政回歸正常化的法案 大家知道嗎 在中華民國裡面 行政權是這麼大 而監督它的立法權 只有這麼小 而我們今天要做的國會改革 就是讓行政院的行政權 跟監督立法院的立法權 有相當的程度能夠去做監督 這不是擴權 這是平權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承擔了很多的壓力 現在民進黨他們以負義為由 但是滿地烽火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罷免 開始罷免所有的民選的區域立委 各位 我剛才在後台 聽到王宏威委員說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我很感動喔 幾乎在後台流眼淚 因為我們國民黨 五十四席 一個都不能少對不對 國民黨這一屆 是有史以來最團結的國民黨 我必須告訴大家 五月十七號第一次審查 國會的法案 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大家都從電視上看到了衝突 看到了民進黨的暴力 所以我在裡面 我跟隆蓋生 我們都是衝突 他可以幫我證明 我都跟男生站在一起 在裡面衝 衝突的啦 我們是衝突的 因為說 他們男生在前面衝 有的時候會有幾個女生跑進來 因為很怕幹嘛 me too 又跟我說性騷擾 所以說需要女生擋在前面 我就是那個 所以說 當時 謝謝 當時我們在前面衝的時候 我嚇一跳耶 我以為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都是文明人 結果呢 他們衝進來的時候 那個沙紅眼 我看到的都是半壽人啊 那個半壽人喔 眼睛都沙紅眼 沒有在管 就是要佔理主席台 就是要衝進來 這麼一個暴力 不文明的政黨 可是我們告訴他 馬其諾防線在這裡 我們告訴他 請你不要做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保護韓國瑜院長 讓我們的議事能夠進行 所以這一條線 抱歉 你民進黨再暴力 我們都不會讓你通過 各位弟兄姊妹 這是不是就是你們想要看到的國民黨 對 當我們所有五十幾位弟兄姊妹 站在前面 有一度 因為我說半壽人嘛 這個跟野獸沒什麼兩樣 一直往前衝 有一度我們真的 真的 兩扇大門破掉了 真的急到 好多人喔 都快要窒息了 我在後面聽到一句話 有一個人 應該是羅庭偉吧 我不是很確定 他在後面喊了一句話 他說 兄弟 再撐一下 再堅持一下 我們可以的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國民黨 國民黨氣勢全不起來 繼續往前 守護議場 守護主席台 守護韓國瑜 守護我們的國會改革 讓他能夠順利的通過 大家對於這樣的 團結的國民黨支持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所以國民黨 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常常別人喔 都賣完 都說喔 你們國民黨喔 一盤散散 無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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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在立法院裡面都不團結 民進黨把你們一踢 一推就推走了 5月17號的時候 國民黨展現給大家看 我們不一樣了 我們就是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大家說對不對 會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只有我們團結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團結 不夠用 我們很努力的 但是不夠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你們 做我們堅持的 靠山大家順 對不對 對 有你們在 我們就有信心 有你們在 我們就知道 我們走在對的路上 我們知道 大家支持國會改革 支持陽光照進 中華民國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再講一次 民進黨 我這段話 我又寫下來 我又寫下來 我又念的 因為我真的很開心 今天能夠在這裡 第一場 有這麼多的人來 我是民進黨裡面 仇恨值最高的那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 加油 加油 我想請大家 有一天 當我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台門鄉親 也可以來台北 一起來支持我 因為 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就像是 骨牌一樣 我們一個都不能到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因為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奮戰到底 大家說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並不怕罷免 我想的只是 如果你們要提罷免 我的票 要比民進黨 吹出來的票 還要高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最後 最後 我要告訴大家 民進黨說他們是青鳥 他們說是青鳥 我們是什麼 我想過了 我們是 翱翔在高處 眼神銳利的老鷹 我們是藍鷹 速度敏捷 氣勢威猛 我們擁有利爪 而且我們還能夠自由的飛翔 我們要穿過 在高山之中 陡峭的岩壁 經過一片汪洋 大海不能停下 揮動我們的翅膀 即使也有疲倦的時候 但是我們所有人的眼睛 仍然閃著光 從不退縮 讓我們一起 戰賜高飛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國會改革 我們會透過 調查權 評審權 把所有民進黨的 畢業 統統挖出來 來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幫曉心最後一下 許曉心 加油 許曉心 加油 曉心 曉心 加油 加油 謝謝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我們 立法委員 謝龍健 他總是保護在我們前面 你看他身材高大魁梧 然後在我很需要前輩給我一些指導的時候 他都說 小心小心過來 我告訴你 給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想我們台南的民眾很幸運 擁有這麼棒的一位立法委員 辦第一場 所以我們所有人都過來支援 我們也給謝龍健委員一個加油好不好 好 謝龍健 加油 謝龍健 加油 謝龍健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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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